刚刚今天这条鲤鱼的做法 99%人都没吃过 春节放假这几天 其实有一件事一直困扰着我们 那就是下一顶饭吃什么 我又想吃鱼了 这个鱼你都做出来吧 这个是我们卤菜中的经典之作 你拿酒干嘛的 我给它盗盗行了 喝点酒一会就不腾了 喝醉了 喝醉了吧 喝了酒的鱼都不鲜了 都是酒味的吧 喝了 好了 先把这儿剪开 然后沿着背部的主翅两侧分别切开 今天鱼骨剪掉 对这个不要 这一个小餐包 这鱼尾巴现在也能切成两半 你觉得这块肉是最好吃的吧 就是鱼腹对 你今天要吃的这道菜是鲁菜的巅峰之作 在烹饪大菜上得过大奖的名菜 因为形似飞翔的燕子 所以起名叫飞燕全鱼 据说这道菜的真正考验是刀工 但是真正做起来也不算难 切上一点葱丝 放上一勺盐 再加点料酒 腌制上15分钟 好了 来给你盘好的 腌好的鱼肉用毛巾或厨房纸巾 聚出表面的水分 然后再均匀地撒上一层淀粉 需要用手除抹均匀 冲气也有脏面 对 好看了吧 然后就是摆造型了 然后直接翻过也行 对翻过来就是 这就是燕子的羽毛 看到没有 这是翅膀 这尾巴还怪像的 对 这是燕子的尾巴 吃一巴 摆好造型之后 起锅烧油 这个干嘛要 有燕子了不得有燕窝吗 掰成小段的面条 喷上一点水 然后放在热油里炸 但是要用勺子边压边炸 哎呦 哎呦 他就是个鸟窝 来了 炸鱼的时候开始为了定型 先用热油慢慢地焦 然后再把整个鱼身放在油里面炸 炸至鱼肉的表皮酥脆就可以了 是不是已经有飞燕的感觉了 锅洗干净之后 挤上一些番茄酱 加入白糖和少许的盐 翻炒均匀 还有一种很重要的配料 白醋 快出锅的时候 加入一点刚才炸鱼的油 会使这个料汁更鲜亮 好了 好 来 素奶蛋 这道飞燕全鱼就做好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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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也熟了 那你尝尝我做的鱼啊 哎呀哎呀哎呀 嗯 好吃了 走吧 你吃吧 最好吃啊